火紅烈焰 順著落蔓延 農煙大火看起來好嚇人 火警地點在高雄大樹區瓦措向旁邊 八號下午五點左右 大片雜草燒起來 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有民眾拍下來PO網 形容就像是火焰長城 消防局調派無人機監控拍下畫面 現場地形加上風勢增加救援難度 火事近六小時才撲滅 罕見大火讓周邊居民徹夜難眠 最擔心的主因是這個 原來九區裡屬於第六管制區 有十五條石化管線 從水管路神農路轉進大樹瓦措街 瓦措街地底的石化管線長度 約有兩到三公里 距離火場不到二十公尺 讓人感覺很危險 就必須要協助民眾 來做疏散撤離的動作 有鑑於高雄氣爆事件的經驗 去年大樹區公所曾舉辦石化管線爆炸 疏散演練附近還有農地跟林業工廠 農地缺乏管理的問題需要被重視 未來怎麼樣在土地的使用上面 能夠有更積極的管理方式 這個可能要農政單位跟都市計畫 單位一起來做努力 面對水情不佳天氣乾旱等問題 是否會衍生出其他災害 是否也得更積極去掩擬對策來面對 華視新聞網友 簡玉玲 高雄報導